一个拿2000块钱的70岁的老人 他要怎么省吃俭用 才养得起一家四狗 他不吃变质的菜怎么可以 你光水费就一两百 他不自己吃那变质的菜 他如果不这么省 怎么养得起你们四人 说你们房间挺干净的 老人家房间是那样 你说老人家不让你们进去打扫 对不对 如果不省吃俭用 他不居住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面 他怎么可能维持你们现在的生计 家里呢搞得乱七八糟 说的难听一点呢 就是垃圾场 不也是让我不能接受的呢 还是他的另外一个生活习惯 比方说家里吃剩的那个剩菜剩饭 然后有时候变质了 他依然把它拿出来热一热 端上来给我们吃 他这又是这种习惯 后来那你出过了以后 他也没让你吃啊 他自己在那吃啊 而且他吃饭的时候 跟我们扒在一起 闻的那个嗖味 我真的受不了 因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父亲又去世了 然后带着我一个人 平时也是省吃俭用 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多块钱 积累下来了很多东西 他们就非要把他的东西扔掉 他也舍不得啊 他认为把他的东西扔掉 以后还要花钱来买 所以他就特别节省 这也是他长期习惯 所以这个家里并不像 他说的那样 这个就是我妈的房间 他的房间我们都不进 这一张是我们带着宝宝住的房间 稍微好一点 行 这是一个几居室啊 这是老房子 是八几年的房子 是31厅的 开间都比较小是吧 对 也就是七十几个平方的房子 不是 你为什么不收拾呢 不让收拾啊 他也有很大的接觅子 他每天回家的时候 光洗个手都要洗个一二十次 洗个澡都要洗一两个小时啊 还有卫生间二十多瓦的一个大电灯泡 他一洗个澡点个灯 点那么长时间